我们今天又再说一说浪确音 我们之前也说了两个浪确音 一个是passing tone,一个是neighbor tone 或者我们叫auxiliary tone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书都有不同的名字 不过主要都是叫 Passing Tone 和 Neighbor Tone 的 那跟大家做少少 Revision 先 如果我们 Under 一个 Chord 的情况下 当这个 Chord C E G C Chord 如果有一个 Melody 是 Dore Mi 那我们这个中间的粒就叫 Passing Tone 如果我有一个 Melody Do T Do 这个我们就叫 Label Tone 那还有没有其他情况是 Passing Tone 或者 Neighbor Tone 的呢 其实是有的 因为我之前怕大家会有些混淆 那我可以再介绍一下 譬如如果我这粒是 So 音 La T Do 这两粒都是 Passing Tone 是可以连续两粒的 这粒的 Tone 都可以有两粒的 那这个就是 Double Leap Tone 了 那当然还可以有 Chromatic 的做法 那我们这些 迟些再讲 希望大家对这两种 Long Chord Tone 呢 有再深厚一点的了解 今天讲多三个不同的 Long Chord Tone 第一个是 Escape Tone 讲之前 首先大家要理解两个 Terms 如果有一个音 是 C 音 走去 D 音 我们叫做走一个 Step 由 C 是走一个 Step 去了 D 但是如果我们由 C 音 跳去 G 音 我们这一件事 叫做 Skip 是跳过去的 或者我们有个 有人会觉得这些 Melody 叫做 Leap 有个 Leap 位 就是 Leap 这个位 即是可以比较多过两度这样跳跃 我们叫做 Leap 的 一级一级这样上我们叫 Step 那为什么要清楚呢 因为未来讲几个 Long Chord Tone 都会 involve Leap 或者 Skip 这个字 Escape Tone 一样我们用一个 C Chord 的环境 大家会清晰一点 那如果我有个音 是 Mi 这个音 下去这个音 那么 Mi 去读 理论上我加个 Passing Tone 就是 D 对不对 Escape Tone 就不是下去的 Escape Tone 是相反方向的 如果旋律是向下走的话 那我就会变成向上跳 先下去 这个就叫做 Escape Tone 旋律向下走 我就会向上走 如果我的旋律是向上走 那我会向下走 本来是 B Sing 或者是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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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OK 那旋律有时候都会用很多的 Escape Tone 我会向下走 刚才我在弦的是 我正在弦的 Chord 是 C Chord G on B 接着 F on A 这两个向上走的八分音符 就是 Escape Tone Escape Tone 是否一定要相反方向呢 有些书说是 有些书说不是 是的 基本法则 就是 怎麽为之 Escape Tone 就是对于 本来原先的音 就是走一个步 离开了 Chord Tone 再 skip to Destination 目的音 即是譬如 如果我有个音 是 C 去到 E 依然是讲 依然是讲这个 Escape Tone 相反方向可以向上走 这个叫 Escape Tone 有些书会这样说 这个也是 Escape Tone Escape 是 Escape from 原本的音 前面的音 跳一格 Step 而是 Skip 去下一个音 这个就叫 Escape Tone 另外 有一个叫 Free Label Tone Free Label Tone 你没看过名字 以为跟 Label Tone 差不多 但是其实 Free Label Tone 是跟 Escape Tone 最似的 但是 就刚刚调转 就是 Skip 从第一个音 Step to 最后的音 譬如我 有一个音 一样是 C 去 E 是不是 今次 我就看着这个音 它是向上的方向 我们就会跨过它 这里 这个 就是 跟第二个音 第二个 Chord Tone 就是一个 Step 的关系 但是跟前面的 Chord Tone 就是一个 Skip 的关系 这个叫 Free Label Tone 我们选择 F N 那么 向下都可以的 一样 譬如我一个音是 C 下去的 E 那就要 比起你本身的 吹向要去的音 就要再低 这个就是 Free Label Tone 总之 跟前面的音 就是一个 Skip 跟后面的音 就是一个 Step 这个是 书 通常这些书都会这么说的 也有些书的写法 都是 Skip 和 Step 但是 方向上 就没有什么 一定要这样做 譬如我 如果这个音 去到 这个音 C音 E音去到 C音 它可以接受是这样的 总之这样是一个 Skip 这样是一个 Step 都可以是 Free Label Tone 就是用这个来做例子 如果 C 在这里 我就用 F 这粒音 去 E 这个 Skip 这个 Step 这个就是 Free Label Tone 的做法 最后 就是 Anticipation 中文叫做 预示音 顾名思义 预示音就是 让你预示到 一些音出现 预示什么音 其实 预示音 就 involve 两个 Chord 譬如我有一个 Chord 是 C Chord 会去 G Chord 这样 C 的 Melody 在这里 G 的 Melody 在这里 这是 D 音 预示音就是预示下一个 Chord 的 Chord 通出现 但是它出现的时候 对于上一个 Chord 来说是 Non Chord 通 这是一条分界线 这是 C Chord C E G 的范围 这是 GBD 的范围 即是 D 音 是早了出现 在这里出现 在 C Chord 来说 在 C Chord 来说 这个就是 Anticipation 就是预示音 预示下一个 Chord 的 Chord 通出现 这个也很普遍 这就是预示音的做法 现在我们已经学了五个 Chord 通 基本上你要构思一个旋律 这五个 Chord 通已经很够用 我们下次会再讲三种不同 Chord 通 这样就齐了 你就可以很自由去创作你的音乐 基本上你看到所有的 Melody 流行曲也好 Classical 也好 每一个音都可以解释 哪一粒是 Chord 通 哪一粒是 Long Chord 通 你看着这几个 Long Chord 通的指引 你就会知道